好了,回來了 我們今天繼續講一些香港的新聞 香港的司法案件真是無其不有 我們看到昨天3月24日沒有這宗案件 但是3月23日,即是前天 這宗案件也踏入第4月6日的審訊 即是《立場新聞案》 村莫發佈煽動開密罪案件 宗貝全繼續被盤問 控方根據宗貝全的手機、WhatsApp紀錄和圖 試圖證明 宗貝全在辭任後仍向林少彤給編載指示 包括提醒某文章需要制圖邀約訪問 其又更開設WhatsApp群組 向林少彤和另一名同事梁俊勤給指示 可見宗貝全仍以總編輯身份帶領同事 宗貝全否認 解釋都是因為自己十分重視立場 加上有職業病 見到錯誤或改善之處 忍不住提出意見 而開始群組讓兩位同事知道他的意見 並不代表他在做總編輯的工作 控方又指出 宗貝全正式辭任後 借得到林少彤和梁俊勤 沒有叫宗貝全保重 即是知道沒有叫他們保重 可推定他們知道宗貝全會繼續看著公司 即是說走的時候看不到任何紀錄 他看不到任何紀錄 即是說代理總編輯林少彤和另外同事梁俊勤沒有叫他保重 人家看著編輯還寫這些客氣話做什麼 的推論就說你沒有叫他保重 因為根本是宗貝全 退而不休 繼續看著公司 宗貝全虎笑說不接受這個推論 又說我知道我不應該再補充 但這間就是荒謬的推論 這個主控官 吳淑娟在這個星期四 就宗貝全和林少彤之間的交接工作繼續提問 吳淑娟在庭上問 宗貝全有沒有將原有負責工作交接給林少彤 宗貝全表示沒有 但曾經清楚向林少彤表明 他辭職後不會再登入管理立場文章系統 並會刪除帳戶的密碼 並且因為不屬於編載人員的人 不應該獲授權組合系統 以查看立場上未發佈的文章 吳淑娟質疑說 為什麼要特意說這些東西給D3 就是Defendant 3 就是林少彤 聽你不進就不進了 宗貝全強調這個就是交代 吳淑娟繼續質疑 為什麼宗貝全不就編載方針 審批博核文章時注意事項等方面做交接 例如告知林少彤和審批某些博核文章時 需要特別小心等等的東西 宗貝全回應說 林少彤一直了解立場新聞的工作方針 明白審批博核文章要注意的風險 無需特別就此再交接 吳淑娟再向宗貝全指出 兩人無需交接的原因 就是宗貝全會繼續監察 監察 監察立場 他的對話是這樣的 吳淑娟說 為什麼不需要交接呢 大家都很明白 2023 他其實不是交收 交接 為什麼不需要交接呢 為什麼不需要交接 因為大家都明白 2021年12月11日之後 你會繼續監察他們 看著立場 宗貝全就說 不同意 可不可以再說幾句 可能有點長 吳淑娟就說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這就是精彩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再說幾句 可能有點長 吳淑娟就說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鍾佩權說 你知道 你不可以假設 知道我想說什麼 旁聽的人士在笑 吳淑娟就說 你假設 假設我知道 你假設 假設我知道 你說什麼差 鍾佩權就說 你說給我聽你知道 令我匪夷所思 你怎可以用我們 沒有做某些東西 推斷我們的動機 和原因呢 吳淑娟就說 我講了法庭 不是一個辯論 我講了法庭 不是一個辯論 那你在做什麼 鍾佩權就說 你不是找事實 用著一些沒有發生的東西 去猜測和推斷 就是他Based on一個silence 去做一些完全對他自己 一個partisan的一個inference 這個荒謬的嘛 這個時候法官國偉健打團 我控方只是盡他的責任 我控方只是盡他的責任 盡他的角色 基於證據作出推論 也得給鍾佩權機會回應 他對辯方是公道的 給你公道回應 至於控方說法對錯與否 以俗另一議題 叫鍾佩權無需爭論 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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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爭 給他講吧 他就是國偉健 像不像九品芝麻官呢 你看到最後一幕 常威 說吧 夾手指 犯婦人 斥秦氏 夾手指 夾吧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對你很公道 吳淑娟之後就說 控方是基於鍾佩權的手機 WhatsApp記錄作出推論 說由2021年10月的記錄可見 鍾佩權和林兆彤 曾經就稿件溝通 包括向林兆彤聲稱 假新聞專題可以再推 今天林兆彤也向鍾佩權申請放假 問到鍾佩權當時將總編一職 交給他了 鍾佩權直言無法抑起具體日子 但他在10月底 向公司內部發消息 相信在10月底之前 確實已經辦理接任安排 吳淑娟又說 林兆彤在同月 也有向鍾佩權匯報招聘員工進步 林兆彤口問猶如請示鍾佩權能否請人 可見鍾佩權仍坐鎮於立場 鍾佩權說當時他尚未離任 林兆彤是蓄於尊重而知會他 但吳淑娟反之直至10月19日 鍾佩權仍向林兆彤發信息 要求美術部同事要準時上班 反映當時鍾佩權以中編輯身份 總編輯身份看著立場 還有之後會繼續 鍾佩權否認並問可否作進一步回應 但吳淑娟就著鍾佩權留待辯方福運時再回應 並說都想留多些時間給你去re-examine 這個時候辯方資深大律師宇 讓美術輕輕聲回應在這裏 是甚麼?是甚麼? 那麼吳淑娟跟著讀出 2021年12月 由鍾佩權向林兆彤發出的信息 同意證明鍾佩權辭任後 繼續向林兆彤發出編載指示 鍾佩權仍然擔任立場總編 相關信息包括了12月8日 脫罪哥D早翻圖 12月10日的免費搭七要整圖 12月13日有沒有約石禮謙 石禮謙是石禮謙 鍾佩權說有沒有約石禮謙 他連石禮謙都不知道是誰 這是甚麼差人 石禮謙謙謙謙謙讀謙謙 這個五淑娟挺有趣的 鍾佩權表示不同意 並說自己辭任後 由朝到晚不斷看立場的文章 整個11月都沒有跟林兆彤溝通過 及至12月他的生活周圍平靜 少妍有職業病加上太著緊立場 因此見到錯漏配圖不夠美觀 對比其他媒體之後 認為立場的新聞沒有理由輸給別人 就忍不住提建議 由於林兆彤已經上任 他不能夠直接向撰稿同事反映錯處 否則就會恥斷了林的總編角色 所以無可奈何之後 只能夠說給林兆 重新不代表他做總編工作 即是前總編去建議代總編去做有關工作 決定權依然在林兆彤身上 伍淑娟就說中編權後來也有幸梁俊勤給指示 中編權解釋說是因為不想遮麻煩 林兆彤以梁俊勤 亦是個信任的同事 所以見到錯漏社會直接提醒對方 其實這些有什麼關係呢 即是他要說到全程是對於所有的文章負責的 這就是他要做這個聲勢出來 伍淑娟之後提及到中編權12月15日 又創建了兩個WhatsApp群組 其中一個名為Stand A的群組 成員包括了中編臨、林兆彤、梁俊勤 這三個人的伍淑娟質疑 開始群組方面三人一起討論立場的文章 中編權解釋說是希望林兆彤、梁俊勤 基本上能夠看到他的建議 而伍淑娟又說中編權提出建議之後 林曾經回應執緝 質疑身為編輯的林為什麼需要執保 而中編權說如果發現文章有錯誤 中編權需要親自審視 有機會由林修改 而伍淑娟就說事實上 中編權以總編身份帶領同事做新聞 似是主管帶住世 那麼中編權是否認的 OK 那麼伍淑娟再次指出 中編權曾經在群組書提醒立場文章 需要加引號 質疑標題都提了 你講到這麼細緻是編輯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你那些人在我的地方下很多的 仔細的評論 每一分鐘抽出來說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很歡迎大家做不同的評論 我早前說明 那你講這些評論的 那你做編輯 是不是這樣 伍淑娟是否有腦子 我講這段新聞的目的 我只是講兩個東西 中編權很好腦皮 伍淑娟 我不會叫你吃屎 因為你連吃屎的腦子 都生不完 是不是 我都不吃你的腦 因為你沒有的 我都說了 這些人有什麼用呢 在那裡獻世 石禮念 你講這些東西你還是編輯 即是你已經是沒得爭 找膠來爭 你要找膠爭就像你這樣 上面交托的任務給你 要你一定搞定它 那你滑空心思找不同的東西來搞 有你沒有你的 有你沒有你都是 全部都沒有你反正 就是亂咬一通 如果你不認識 你就閉嘴 Close the file 有個法官自己判 你又不需要像有個警察保護你那樣 對著明報記者說拍攝什麼東西 那你幹嘛攝什麼東西 就是拉著顏色帶 看著有什麼東西在車內 就在那邊 簡直垃圾 OK 那麼五淑娟說 中會權正式離職之後 有人留言 庭尚沒有表明來 有什麼叫你保重 敏姐平安 但林和梁都沒有叫你保重 於是推論 因為兩人知道 中會權之後會繼續盯住公司的 中會權苦笑 不接受推論 但他說 我知道我不應該再補充 其實基本上已經去到一種失心崩的地步 因為郭偉健一定會打 最終什麼都會打斷他的 OK 這個很荒謬 那隨此之外 是不是 還有一個所謂的 英國分社年花二百萬 有什麼才沒有需要的問題 那麼中會權的問題就是 律政精英請德哥一個兩個 那麼這個整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那麼案件這個時候 你會看到就是 要去到星期一 才會九點至下五點半 那麼會續審 也要將午飯時間縮減半小時 那麼口水晶 五熟捐太多問題 那麼下午在星期四一開庭 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明表示 得知法官下個月無法處理本案 無論如何 希望在本月內完成中會權的證供 包括辯方的覆問 由於控方在盤問途中 新增近三百篇的新聞章 時序表 新文件 監警會的報告 說辯方將會需時五天覆問 建議打後日子的審訊 將午飯時間縮短半小時 另外每天延遲一個小時到五點半才散停 這樣就可以湊到五天時間 確保在三月底完成覆問 是不是有少少半天調 不知道整個四月怎麼辦 但是說已經得知控方願意配合 法官國偉健提議 為安全起見建議再提早上九點開庭 如果進度理想 之後就可以回復原有的安排 控方又指在下星期一續審時 就指出控方的說法就會完結盤問 但宇若薇的笑言 你put case也很久 建議是否需要提前到早上八點半開庭 法國偉健法官認為可以視乎審訊進度再作決定 那顯然就相當可笑 那麼五淑娟在這樣消磨時間 整件事消磨大家時間 他怎會這麼快撲完的case 主控五淑娟下午就就 宗沛權被上門拘捕和進行警戒錄影會面情況盤問 問到宗沛權當天早上有警方上門時 有心情和精神狀態 宗沛權指雖然沒有預期一定被捕 但想過被捕門的感覺 因此未至於手足無措 五淑娟在說 宗沛權當時能夠說出律師電話 警戒會面時也考思考過有什麼想說 宗沛權這回應 怎樣都有些準備有思考過程 包括事件的判斷和控罪的理解 也曾經跟律師了一個控罪的情況和警方的證據 在五淑娟的追問之後 宗沛權指出 會面前有時間速讀 很快地讀完 被指控的二十篇文章 實際上有多少時間就忘記了 但當時見到大概二十五篇文章之後 大感意外和驚訝 同時感到憤怒 直言當時心裡有沒有搞錯 這麼離譜也有 五淑娟繼續質疑 警方在《立場新聞》 在2020年6月起 發佈的兩萬多篇文章中 抽起二十篇懷疑線路文章 並問他錄口供 後來當然推出更多文章 當時開始的batch二十篇 中沛權就可以很快回答這些文章 我批 又知文章內容事實內源 中沛權就說 從文章作者和性質 能確定是否由他來審批 雖然個別文章看出之後他才檢視 但文章只要繼續在網上發佈 都有審批責任 五淑娟則質疑 中沛權是一心攬了所有職責 中沛權回應只不解何謂一心攬了 因為作為一個媒體的總編輯 就要對內容負責 因此不難去確認 當中十五篇文章是由他審批的 這些不是說 你的fact就是由他審批 他全部的那些文章都要他負責 而親自由他審批的十五篇 然後你說他一心攬了所有職責 說什麼呢 所以我說 你已經不是在做一個事實的探尋的真相 真相你很清楚 你不斷讓中沛權批下去批下去批下去 批到他有罪 因為他知道這是政治犯罪 這個根本跟事實無關 是放明是扣陷他 跟你說道理 就要法官這些互相互通升起的法官 形成一種共同對中沛權和立場新聞抹黑的印象 控方繼續說 中沛權在主問的時候提及 立場崇尚媒體第四權 也都會報導不同聲音 以凸顯立場持平 問到中沛權是否想過警方向警方說出上述資料 令警方更了解立場新聞的運作 不過中沛權就坦然一般律師會建議當事人保持沉默 但是中沛權認為沒有事情需要隱瞞 也都無需回避自己辯護 同事鼓勵到同事說我不想因為保持沉默 警方就會拘捕其他同事 找其他人證物證去指控我 我寧願會告訴你們 不要搞其他人 這與歐樂謙完全大相敬庭 表面上大家好像說真心話一樣 歐樂謙是爆更多人去咬人 中沛權沒有咬人 只是說事實 至於部分的細節 律師提議他無需再當刻交代 因此他只講出警員最重視的口供 即是文章是否由他所需負責 吳淑娟說事實上 立場深入2021年6月27日公佈 將5月或以前的文章下答 安全係數已經很高 質問中沛權 警察上門沒什麼值得怕嗎 怕的 即是沒什麼值得怕的 中沛權反問他都上門 怎會不怕 這個時候旁邊人們笑 你的邏輯很有問題 吳淑娟 你說你已經將這些文章 2021年5月之前的文章下架 很安全 警察上門沒什麼值得怕的 那麼 中沛權就問 他都上門了 怎會不怕啊 整班人不是笑中沛權 是笑你這個沒有腦的 沒有邏輯的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的 不熟捐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東西 找你的家人 找你的子女看一看 究竟你看你五熟捐 你看你自己多可笑 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 笑顏尚笑天下可笑之日 這些人不是自相低 不是笨 是邪惡 他們明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依然去做 他們不是豬頭那麼簡單 他們當然不是豬頭 他們的技巧當然很差 但他們本身是邪惡的 這是最可怕的 對方 鍾輝權在2021年12月30日首次被帶上法庭提堂 當日申請保釋給他 之後沒有再申請 直至辯方申請永久中指令訊之後 才提出再提出保釋申請 五熟捐問他有沒有想過 將立場新聞運作情況 說給辯方律師團隊 這樣或者獲得擔保 鍾輝權表示沒有想過 五熟捐於是就說 鍾輝權在主問的時候 提及立場新聞報道不同人的精神面貌 和報道時的持平等等 並說主問說這些 完全可以開脫自己的罪名 法庭信不信是一回事 但這些是對你有利的資料 你同不同意 鍾輝權就說 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沒有不曾想過 五熟捐之後 就再追問鍾輝權為何不申請保釋 我為何不申請保釋 你不是沒有 這些鞋子是拖延戰略來的 我為何不申請保釋 關你這個死什麼什麼 什麼事 關你有什麼 else 你不是拍什麼東西 你不是問什麼東西 我申請保釋關你 else 鍾輝權當然不會這麼說 OK 他就反問說 是不是真的對這件案件這麼重要呢 我問他 是不是跟這件案件有關呢 我律師 是不是跟這個問題 跟這件案件有關呢 那麼鍾輝權 他回答說 希望如果太太 陳佩敏 因為蘋果案件被定罪 由環壓主謂在籌的時候 他能夠盡最大努力照顧他 當林… 真是慘慘 真是說得很慘 因為現在環壓的時候可以日日探 一拍正 即是坐牢 定罪之後呢 你一個月只要探兩次 如果鍾輝權都坐牢 今天一個月只要探一次 很慘 OK 他說希望盡最大努力照顧他 當… 怎樣照顧呢 你要知道 不只是探監這麼簡單 監獄裏面 如果沒有人去提供一些… 就是… 煙仔啊 這些 currency 進去運作 或者一些 M&M's 放進去的話 他根本吃不到私飯 或者外面沒有人去給錢 給他戶口 每一個人有戶口 你沒有辦法去吃私飯的話 你就慘了 那盆東西是什麼呢 那盆東西是一盆 硬滑滑的物體 好像吃膠那樣的 那些東西 那些地方不是私飯 那些大盆飯 那些東西吃完之後 好像吃… 冬瓜 給你一個冬瓜 是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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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片肉 哇…透明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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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這樣 湯啊 當然不會有… 不會有… 飲品… 好… 吃一點 日日… 餐餐都吃這些 吃了那麼多年 給你一個冬瓜 所以外面如果 吃私飯 就吃一盆 似仰一點的飯 似仰一點的飯 那這個是… 這個是… 你可以有… 有錢 有水就過水 沒有水就散水 就這樣 這個是公開的事實來的 所有這個都知道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你說 你沒有… 沒有… 阿忠佩權 入這些物資給他 繼續給他這些東西 那誰… 那誰幫忙 兩個都進去 那誰做這些東西 然後政府就說 你們一幫人在那裡探監 什麼什麼聽 什麼什麼探訪師 那你想拘捕 把這些東西切掉 這些東西 這幾… 用心幾…幾險惡 你明不明白 那個關係在哪裡 就是你要知道那個 嚴重性在哪裡 是吧 是吧 好了 他的問題就是 你說我 為什麼不申請保釋 是不是這麼重要 是吧 那麼 希望太太 如果太太 陳培文 因為蘋果案被定罪 又幻壓專門再籌的時候 她能夠盡最大努力去照顧她 當 林兆彤在申請永久中資定訊時 提出保釋 張會權認為二人一起申請獲批的機會比較低 強調知道法官會獨立思考 但是呢 林兆彤當時有明顯理由 獲批機會比較大 而最終因為 蘋果案審立期出現重大變化 她才決定申請保釋 這就是她說到基本的原則 林兆彤在盤問中繼續問 後來立場新聞和英國分社宣布停運 中培權有沒有參與有關決定 中培權說 不要 由此在獄中環藥的時候獲律師的告知消息 五淑娟就只有問到中培權和林兆彤交接立場英國分社事宣布的情況 中培權說 知道當時林兆彤知道英國分社的架構有足夠財政運作 而建立當地人員網絡招聘人手等等 就需要由分社主任楊天帥負責 而楊天帥也會在香港的林兆彤緊密協調 對於立場 將5年的資金 即1200萬港幣回到英國 控方說 將1200萬除開5年 即每年有200萬資金 質疑分社有什麼財務需要 五淑娟就問 每年200多萬的財務需要 中培權說 除以12 每個月只有20萬左右 20萬的錢 可以請到多少人呢 律政精英請得一個兩個 當然新聞工作者報酬沒那麼高 但20萬請到多少人呢 200多萬你說很高 20萬一個月 200多萬一年 五年1200萬你說這筆錢很高 然後旁聽人寫就笑了 不是笑 周梅群笑 五淑娟你問這些 stupid的問題 每年200多萬這麼多財務需要 他不是說多人 他不是說多人 他每年200多萬財務需要 金淑娟就說 我不是說高 那你說什麼 你說這件事 to prove what 太多錢 太少錢 適中的錢 那如果太少錢 那你說這件事是窩可的 太多錢你才覺得有問題 我不是說高 那你想說什麼 那你 what do you want to prove 鍾貝權就是說 這條數不是很難思考 我舉例 港幣3萬元一個人都是抵身 只可以請到7個人 鍾貝權然後補充 說英國稅率比香港高 一併考慮同事的個人入息稅之後 因此調整同事的薪金 直言我真的不覺得 一千二百萬五年計劃 每年二百萬左右 叫做有什麼需要 五淑娟 竟然難難治愈說 你對我態度不滿 跟你討論問題 你理屈慈窮 你都說有什麼需要 他自己理屈慈窮 自己就發自己爛窄 發別人爛窄 你對我態度不滿 你吵架已經吵到這樣的地步 已經很荒謬 控方盤問本案最後兩篇文章 當時有參與暴動的事實 只是看到警方攻入之後的情況是否失實 指發部文章有煽動意圖 鍾貝權不同意 重申不會知第三方的意圖 鍾貝權益術是因為警方批評才得知文章 他與林兆彈談之後 林兆彈認為警方回應和批評沒有基礎 並向他提及會有跟進工作 鍾貝權沒有再問細節 而就周恆彤獲頒中國結出民主人事長 《香港發生的一切是對世界的警號》 刊登於21年12月5日的文章 伍淑娟說周恆彤在文章說明顯煽動意圖令讀者 同意中國摧毀自由開放社會的極權 這不是事實嗎? 《立場新聞》就是用圖片加強讀者接受周恆彤的說法 周恆彤表示全部不同意 明顯煽動 因為他覺得中國是一個極權 然後《立場》用圖片加強接受周恆彤的說法 他是全部不同意的 這簡直 這些五熟捲 其實你知不知道自己 我有時覺得 這條矇矇矇 是否知道自己在問什麼呢? 我就說 現在香港是這麼不堪 很多人上網上去建五熟捲的底是沒有的 全部剷掉的 政府有一套規則 將這些律政司的人員 他在網上所有的資料 他讀過什麼學校 他有什麼子女這些東西 都剷掉了 但你讀過學校一定有同學 有老師 是否以你為恥呢? 你的子女 你的另一輩 或者你的爸爸媽媽 看到你這樣的做法 你這樣說 那麼熟堅真是厲害 你說的 他說 你只是生氣我 你只是對我不滿 說得真是好 是不是這樣呢? 我今時今日做很多的政論節目 其實我不想說這麼低級的事情 因為這些是 小學生知道這些 誰是有道理 誰是理屈慈窮 但偏偏這種變態的香港社會 充斥著這樣的禽獸 是吧? 例如47人案 我最近少說了 一路盤問 歐樂軒 聽說他下個禮拜初盤問完畢 換另一個人 是吧? 譬如他 他說的是在垃圾到什麼地方 譬如代表何桂蘭的大律師 The Travel VP 盤問控方證人歐樂軒 對你來說 35家計劃 到最後 只是一個不會實現的夢 At the end 35 plus project was just a dream It was not gonna happen 法官李運騰就補充 我問他那句話 大律師在問 由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而你是知道的 35家計劃 是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失敗 而你是知道的 你可以答 是 不是 或者不知道 即你認為 這個計劃一開始就已經注定失敗 是注定失敗 不是注定失敗 不是注定失敗 或者你不知道是否注定失敗 或者你不知道是否注定失敗 你只是答三個答案 是 不是 不知道 你知道明天問我 那些答案 你知不是我老兄答的什麼 好難一概而論 好難一概而論 他問你是不是 是 不是 因為 不知道 好難一概而論 你吃糞便,哎呀,我真的覺得,不是吃糞便,你沒得吃,你沒有腦,你的腦就是關上這些糞便,你的腦運行的一些浮雲,全部都是那些糞便,很難一概而論 我再問你一次,歐羅賢,你認為是,不是,你認為不知道,你便說不知道 你知道,你說很難一概而論,即是說,你在是,不是和不知道這三樣來講,很難一概而論 通常一個比較君子的答法就是,這個人不知道 你三樣都不想佔國,不想佔邊,為什麼,因為你覺得,其實你想的東西就是,全部想自己的利益 哎呀,我答什麼,我都會,我答什麼的話,我答什麼的話呢,都會出事的了 我答什麼的話,都可能會,沒想清楚哪個答案對我好,於是,很難一概而論 我只是問,人家就問法官大人,你運同法官大人,問你,歐羅賢 35家計劃一開始就是失敗,你認為是,不是,你說不知道 你一定有答案的嘛,很難一概而論 一問你,你是很難一概而論,什麼都很難,那你作什麼證 是吧,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大家知道它在自保 也都希望咬人 有些地方,你會看到它好像有些正常一點的,它沒有咬得這麼深入的,那方面的東西 但我就說,我看完這些東西之後,就覺得越來越氣憤了 就是,譬如說你代表周嘉誠的大律師陳世傑去盤運歐羅賢 是不是 新界東第二次的會議討論運用否決權 這個大律師陳世傑就說,指將歐羅賢當時是積極運用字眼 向戴耀廷說,你要是投,要是不投 嘉樂軒就表示,跟他益術的有出入 益術的 這些是控方給你要去說的東西 還是你記憶的東西呢 說真的 2023年,你記憶在三年前 某個會 那麼多人裡面,那個人說的一句很具體很細節的一句說話 是不可能的 這個memory,或者法庭上的英文字的recollection 就是你那個記憶 可以去到這樣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他當庭表示,跟他益術的有出入 他說周嘉誠當時質疑大的句子是 為什麼會用積極而不是用會 那就是擺明這句說話 為什麼不說積極運用否決權 但是不是用會 就是說周嘉誠就說,戴耀廷 為什麼你寫積極運用否決權 而不是用會運用否決權呢 意思就是 歐羅賢說周嘉誠就是激進派 麥樂無悔激進派 然後說戴耀廷 你本身就把這一派打另一派 他說他做一個所謂的中間人的話 應該平衡兩派的勢力 我想你都搞不清楚所有的事 大家是服大教授 有人服你歐羅賢嗎 你是這麼多人的中間調和頂乃的中間人嗎 還是你覺得這麼多人對戴耀廷的心願成福呢 大家想想想 大家可能未必對戴耀廷的所有東西 包括我還未必對戴耀廷的所有的理念都支持 我以前做過D100的節目都講過 但是要行動就一起行動 那這個你搞不清楚嗎 而即是就算翻譯都出錯了 譬如法庭翻譯怎麼出錯呢 他要臨時中途離開的 就是 柯是在中間中間的 那麼法庭傳譯員 竟然說 柯先生在會議中 睡著了 他以為是在中間中間的 是在中間中間的 是在中間中間的 控堂大笑 傳譯員立即叫歐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歐羅賢 就不要回答 尷尬這樣 重新翻譯 說 汪先生中途離開了 那這個就是耶穌的策曲 但是我只是說 歐家成這樣 這個周六軒這樣 匡去周家成 就擺進去 主死一批 而這個主死的做法 是很無裂的 很無裂的 唉 我就說了 有這樣的垃圾 是一個人 鬼也好 或者是一個失心瘋的人也好 已經不是自己人了 OK 希望大家密切關注香港 這兩組的法庭案件 一組是這個 立場新聞案 一個就是這個 哭樂顯案 你看看香港變得多壞 而你不要以為這些東西 跟香港現在的生活 完全無關 這個只是崩壞的 開始 崩壞這麼久才說 開始 對呀 開始 大壞波來之前 你還在香港 你承受的東西 是遠遠多於現在說的東西 就是我聲明在線 OK 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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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